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一般在500至1万之间,但粉丝忠诚度很高的影响力人士,虽然与动辄上百万的犯影响力者相比,绝对规模很小,但关注领域专业性高,与粉丝的沟通更畅通,因此在特定市场与费用相比,获得效果有可能更高。 根据1月30日,KOTRA香港贸易馆公布的资料显示,十几岁年轻人有70%相比艺人,更信赖YouTube的人气博主,并且当地86%的女性在做决定之前,会搜索SNS,71%的消费者会参考SNS上的使用后留言。 香港虽然属于中国,但网络和移动端使用情况与大陆完全不同。 脸书、YouTube和Instagram是主要渠道,特别是脸书的使用者占人口比例72%,除了婴幼儿和老年人几乎都在使用。 据悉,YouTube上与美妆有关的视频中,86%是微影响者神气美妆博主制作,只有10%是美妆品牌制作的视频。 另外,据统计,随着微影响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香港57%的美妆和时装品牌正在使用影响者营销,平均1美元能创造出6、5美元的收益。 KOTRA有关人士表示,香港总人口约700万左右,一线艺人的粉丝达到100万也很不容易,因此粉丝数多的影响者往往需要高昂的营销费用。 最近品牌商们雇佣粉丝数不到10万的微影响者正成为趋势,因为与费用相比,还可以获得各式各样的精彩内容。 此外,据悉,香港线上购物使用率相对较低,所以与其扩大线上折扣活动,不如把重点放在商品体验评论和折扣活动宣传上效果更好。